一般情况下,政府都比较理性,国会比较感情用事。 道理也简单,不当家不知的采米会,政府是干事的,不理性那是要出乱子的。 国会反正是甩手掌柜,干好干坏都是政府的问题。 但现在在美国,因为特朗普,整个世界似乎要跌倒过来了。 譬如,特朗普刚刚又放出狠话,你们不让我见边境墙,政府就别想开门。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,我没法告诉你,政府何时才能重新开放,我可以告诉你们,在我们修住边境墙,乍来之前,随他们怎么称呼他,政府不会重新开门。 如果没有他边境墙,那我们就不会重新开门。 这些政府雇员被放无薪休假或者白干没钱,当中,很多人告诉我,挺住,直到拿到住钱经费为止,这些联邦雇员想要边境墙。 依然是特朗普式的车窝话,但意思也是很明确的,一,这倒墙,我是鉴定了。 二,不给我钱修墙,政府就别想开门。 三,特朗普还引用了免疫,政府职员宁可不要工资,也要边境墙。 美国职员看来觉悟真高,但特朗普的话,一般都要打拼折扣,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 但一般情况下,政府关门,白宫肯定很焦急。 第一,那国家还怎么运转啊? 第二,政府绝工发不得工资,那也不行啊。 第三,这更是对自己领导形象的打击,领导着这个国家,领着领着政府的关门了,情何以堪啊? 但特朗普就是特朗普,反其道而行之,我就不怕关门,你们谁担心关门,那就赶紧批准预算,让我去捡边境墙,不然,我们还就不开门了。 至于职工没有工资的问题,反正他也说了,美国很多人都支持他,一定要挺住,直到拿到钱。 碰到这样的总统,估计国会也没辙了。 给特朗普钱,肯定很多民主党议员不干,但不给特朗普钱,他真会让政府一直就这样关着门。 这个世界,很怕愣的,愣的怕不要命的,不要命的不要那啥的。 最可怜的,可能是美国政府小职员了,辛辛苦苦很多年,现在成了加薪饼干了,如果学务高,那你就免费加班。 学务不高,那就休假吧,当工资就别想了。 既然特朗普发下了狠话,看来却是一个比一个更抗精,美国政府可能得钱关门一阵子呢。 要不,特朗普,你就真没开门了好不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